随着变种病毒疫情持续 巴西政府宣布放弃过去以中国疫苗为主的防疫计划 不只停止购买额外的3000万剂科兴疫苗 且不会推荐使用科兴疫苗作为第三剂加强针 影响所及不只让巴西境内原本已购买的 1亿剂科兴疫苗后的疫苗比重 从原本的高达8成下降到8月份的不到35% 连带还影响到拉丁美洲周边国家 也纷纷考虑跟进转向美国优先购买疫苗 而作为接下来的疫苗首选 巴西政府并没有转向英国 主要原因是巴西本地已有AZ疫苗生产厂 因此政府希望能购买到美国的辉瑞或莫德纳新冠疫苗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道